大家好,我是胖子 就在昨天晚上呢,吴婶连发两条视频 视频内容呢,属实的炸裂 而且不是一般的炸裂 大致内容就是说 杨毅在昨天早晨带了一群陌生人 闯进了吴婶在天津的家中 而且搬走了他价值不菲的财务 这个咱们来简单的解读一下 首先说这两条视频有两个疑点 第一,搬家的这条视频 为什么会到了吴婶的手中 而且这条视频很明显是杨毅 特意找人拍摄的 第二,家中价值不菲的财务被人搬走了 为什么不选择报警 而是选择发视频在网络上求助呢 看到这一幕我只能说 这老两口子是真把网友当傻子看了 您这二位的戏演得也太不专业了 表面上看,搬家大戏是恼羞成怒 一时冲动的行为 实际上杨毅上演搬家大戏 把视频发给了吴婶 就是想告诉这位枕编人 你把这条视频发了吧 这对于你建立人设继续卖惨是有好处的 之所以会有这场搬家大戏 您各位需要去了解一下 现在这老两口子的现状 先说杨毅 前一阵子被谢雷步步紧逼 基本上已经是一地鸡毛了 虽说吴婶出来帮忙拉扯了一波 谢雷的威胁是解除了 但人设崩塌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一场助农直播成绩惨淡 一次慈善捐物效果一般 目前看来退居幕后已经是唯一最好的出路了 再说吴婶与杨毅的这波拉扯 虽说建立了一些人设 但就像老郑旁白所说的那样 这个大奶奶实在太心急了 建立人设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仅仅两场直播就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表现了出来 哪有那么多的傻白田让你收割呀 况且线上的专业咨询 线下的一对一收费教学 这个思路是很好的 但操作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 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吴婶站出来继续卖惨 可问题是剧情是什么 戏码又在哪里 现在好了 家我都给你搬空了 惨不惨 太惨了 谁敢逼我惨 原本我以为这场大戏啊 已经快取中人散了 没想到现在又六万花明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还有更多的细节分析 我在直播间等着您 再见